《一飞泉亲天下》 作者 蒙九 颇奖 唐醋马提苏 第141章 高看 送到王妃房间 临出酒之前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可心里明白萧天耀容不得他说不 现在事情已成定局 他也没什么好想的 更不可能后悔 只能专心地做好这件事 墨神医给萧天耀医治时 临出酒一直陪着 他对萧天耀的腿伤 比墨神医还要了解 墨神医这人虽然自私 卑劣了一点 可医术确实不错 就算临出酒也要承认 哪怕有医生系统帮助 他也不是墨神医的对手 萧天耀的腿 经过墨神医的西新医治 已经有好转的迹象 如果让墨神医继续医治下去 不出三个月 萧天耀就可以自由行走 只可惜发生了龙破的事 又加上皇上横刀抢人 墨神医没有办法继续为萧天耀医治 第二天 萧天耀过来时 发现临出酒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眼里闪过一抹不满 临出酒并不将萧天耀的反应 看在眼里 随手拉了一把椅子 在萧天耀对面坐下 把手伸出来 同样是大夫 萧天耀对墨神医各种礼遇 凭什么他就要卑躬屈膝 又不是他求着喊着 要为萧天耀医治 萧天耀伸出手 同时将自己的警告说出来 出酒 别惹本王生气 他生气的后果 不是临出酒能承受的 我答应的事 就一定会做到 临出酒扣住萧天耀的脉搏 闭上双眼 脑子里却在读取 医生系统的诊断结果 墨神医之前给萧天耀制定的医治方案 非常科学合理 这一个月来 吴大夫只是照本宣科 萧天耀的腿伤也没有恶化 在墨神医为萧天耀医治前 临出酒只有三到五成的把握 现在 却有七成甚至以上的把握 临出酒收回手 一脸严肃的倒 淤堵清了 血块也在消散 将体内的淤血倒出来 双腿恢复的可能是七成 至于能不能正常行走 就要看后续的复健 你要怎么做 萧天耀要知道 临出酒的医治方案 无关信任 只是习惯将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 动个小手术 在你的腿上开两个小口 将堵住的血块清除 临出酒也不隐瞒 主要是这事隐瞒不了 每一个字分开 萧天耀认识 组成一起也能听明白 可里面的意思 却让萧天耀很是不解 不由的皱眉道 说具体 说不清 给我一只兔子 我做给你看 和萧天耀打了这么久的交道 临出酒哪里不知 萧天耀这人疑心有多重 他要不证明给萧天耀看 萧天耀也会想尽办法弄明白 与其让萧天耀去查他 不如主动表露出来 去 抓十只兔子来 萧天耀大手笔地下令 临出酒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我不杀兔子 一直就够了 给你养着玩 他下达的命令 即使是错的 也不会收回 左右不影响大局 真要养 也不用临出酒自己动手 他懒得理会 时不时抽风的萧天耀 起身道 我回房做个准备 他有一口箱子 是贴身收着的 那口箱子 就是翡翠四人 也不能碰 萧天耀不是没有派人去查 可是 临出酒似乎知道他的行为 他的人每次打开那口箱子 箱子里都是空的 只有一张便条 下面写着 王爷 满意你看到的吗 再有下次 毒烂的双手我不负责 一次是小合 两次三次还是巧合吗 一连数次都没有占到便宜 萧天耀只好放弃 左右一临出酒 小白兔的性子 也不可能杀人放火 把萧王府上下拳图了 他要有那个胆 就不会乖乖地嫁到萧王府来了 事实上 萧天耀真的高估了临出酒 临出酒根本不知 萧天耀什么时候派人翻了他的箱子 他那口箱子 本身就是空的 里面的字条一直都在 不管萧天耀的人何时去看 都会看到那张字条 所以 有时候 聪明人就是想太多了 临出酒回到房内 打发了翡翠几人在屏风外候着 便将箱子打开 从医生系统里 取出常用药剂与器材 将箱子装满 箱子是临出酒特制的 空间不大 但布局合理 连盖子内侧也没有放过 每一角落都放了东西 整齐有序 即使满满当当 也不会显得凌乱 药剂器材放好后 临出酒又放了两套白色的工作服 还有十来双医用手套与口罩 临出酒不知道萧天耀会不会需要 所以提前准备 免得到时候被萧天耀打个措手不及 东西收拾好 临出酒提着沉甸甸的箱子往外走 出去时翡翠上勤接过 却被临出酒拒绝了 我自己来 莫玉儿的事是一个教室 救人的东西最好还是别让外人碰 要是出了事 最后背黑锅的只有他 提着箱子回到花厅 临出酒脑门上浸出一层薄汗 萧天耀眼眸微脸 责怪道 怎么不让下人动手 说话间 萧天耀便从下人手里接过一块蓝色的手帕 可不等他递过去 就见临出酒抬手 用袖子擦掉了额头上的细汗 动作自然熟练 绝对是做过千百次以上 真是粗鲁 萧天耀一脸无奈地摇头 眉眼间是淡淡的笑意 他不讨厌这样的临出酒 只是手上的帕子却是递不出去了 萧天耀只好拿来擦手 却不想这个掩饰性的动作 在临出酒眼里 却成了娘气 洁脾严重的表现 萧天耀要是知道临出酒会这么想 肯定会气得吐血 不多时 曹管家亲自来抱 兔子送来了 整整食指 又大又肥 全是纯色的 没有一根杂毛 绝对漂亮 临出酒听着嘴角直抽 他不是养宠物 他是拿来练手好不好 长那么漂亮 还不是躺在床上 等他下刀子 萧天耀却很满意 转而问向临出酒 放在哪里 一直出来 其他的你自己处理 临出酒长这么大 还没有养过宠物 不是不喜欢 而是没那个经历 其他的送到王妃房间 萧天耀真替临出酒决定了 临出酒看了他一眼 倒也没有反对 他要不喜欢 可以丢出去 没有必要为这种小事 和萧天耀争 萧天耀这人霸道惯了 他要是事事都说出来 这一日子绝对没有办法过 本章完